干高做 如果这趋势没有改变之前 只要每次来到那高档的压力 他就先选择卖 外资连10买 买了两个多月以上 但是问题是这种股票 因为它的一个 我们讲说明年好了 中国大陆的面板出来多不多 应该是很多 其他还是有它相对压力 但是这种股票 因为它后续还是持续 它的产业还是有看好的一面 那就像他们老板自己出来讲说 大尺寸的现在缺货 很严重 所以我觉得这种比较重量级的股票 往往在投信也好 或是法人也好 它有的时候会进行一个区间操作 但是大方向 只要这个产业不变 它的需求是成长的 基本上他们会一起买 一直买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这种股票往往它技术面 如果趋势没有改变 你尽量在那个区间来回做 因为它的股价有一种叫做惯性 它只要这个惯性没有改变 通常都在这边区间振 说到那个趋势 最近大家在讲那个中概股 不是说10月份 护港直通车的大力多吗 也说那个上阵 上个K 底形应该有机会漂亮打出来 没有错了 最近的路股呢 真的是往上做走洋 可是别忘了中概股呢 不是买旧的中概 而是买新的中概 中钢就算是新中概哦 土洋同买超 当中呢中钢就是一档 那同卖的呢卖掉竟然是卖老中概哦 同意识啊 正新啊 还有包括了致圆致身 这些呢都是同卖的标的 所以呢这些老中概的部分 是不是最近法人比较喜欢调节 与您做点掌握 其实有些东西我们看方向 看趋势 看新闻 都一样 一定要厘清 看透彻 昨天这个消息 媒体这么一灯 把所有的人都吓坏了 昨天新闻是这么登的 报纸写 欧盟反大陆的太阳能 扫到了台湾厂商 小字在这儿 一旦承认的话 台湾的太阳能厂 恐被课 高达47%的重税 媒体在这儿 8月18号 说出来的 但是 到了晚上 您在看 准备要看百分百的时候 太阳能光电协会 逐一跳出来驳斥 一 二 三 不可能会有 刚刚那件事情发生 所以咯 汉尾啊 天下武器不有 然后空气来风的事情 就发生了 到底怎么回事 太阳能被突婴给狙击了吗 对 这几天都是这样 你看跌停涨停 太阳能昨天跌停 今天涨停 今天的如虹 从开盘跌停板 到收盘涨停板 心上都受不了 这种盘 我记得盘中不是 我们一人那边讲说 可能要去看一下医生 和我已经药都准备好了 人家说台北股市 有点躁愈症 对 就是昨天跌停板 今天全都闯了停板 是 那昨天为什么跌停板 因为昨天传出来说 这个欧盟说 这个是谣传 欧盟说 那个台湾 可能有这个 帮助中国 这个限量限价 去协助他的这个帮凶 我要查查看 你是不是有帮助他 去做一些什么贴牌这个动作 那当然 经过太阳能光电协会 下午赶快向律师 向欧盟 请问 求证 因为太阳光电协会里面都是 像新日光的执行长 等等这些都是 太阳能产业的一些长官们 他们对这个也很紧张 说怎么会突然有这个消息出来 他们不但问了律师 你知道吗 那个昨天太阳能业者 慌到连还打电话到欧洲的大客户 问欧洲大客户 你们政府做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他说没这回事 对啊 郁金也是赶快向欧盟客户查证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 不要讲这个 我自己朋友昨天也开始问我 那个太阳能是怎样 我自己都怕到 我想说怎么才来一个双反 又来一个这个什么 这个限量限价 是台湾是不是有帮凶这样子 我都跟他说 那你等一等观察一下 没想到下午 晚上的时候百分百 我们就跟大家讨论了 这个消息看起来是谣传 而且更妙的是 昨天才讲完说 这个欧盟要查 台湾如果真的有被查到 万一有的话 要克47%的重税 对不对 结果今天 茂迪跟你说 我这个美国宣布 我要重新修正我这个初判 本来我是44.18的百分点 我现在降为20.86的百分点的 这个返寝销税 哇 你看一叉叉的 百分之50 而且这个新闻其实还蛮重要的 本来我们得到第一手资料的消息 说之前 美国反经销关税 对茂迪 对台湾的业者茂迪 克罪重 44% 那时候茂迪有出来说 他们要去争取 希望美国克的税 能够降一半 大概是2成2 2成3 到最后市长以为 可能到今年的年底 12月的中判才知道答案 就茂迪在今天早上发表 记者会对外说 美国时间8月18号 美国官方修正了 他们初判的结果 他们弄错了 原来4成4的税率 应该要降到茂迪是20.86% 那这个消息就是确定的 对 其实针对这个反请消防补助 我会请教一个南部一个律师 叫邓律师 他也是一个教授 专门在教这种国际法案 为什么会有反请消反补助 像中国大陆有补助 所以你销到别的国家 我要把你这个补助的费用 给扣回去 但是台湾没有补助 台湾只有请销 那请什么销 台湾政府哪来钱补助 对啊 对没有钱补助 然后第二个怎么请销 台湾都已经差一点 丢在地上那个都没有人要的东西 因为价格真的很惨 惨跌 还请什么销 所以美国一看 情有可原 所以就修正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观念要很重要 为什么会有反请消反补助 如果你在国内没有补助 你去就不会有补助 你如果没有请消就不会有取消 那现在美国认为说 其实台湾的业子没有这么严重 没有情况这么严重 那茂迪这样的案例过关之后 哇 整个太阳能业子都有信心 你知道 哇 其实我们这个税率压到20以下 有助于我们跟其他国家有被克反起家反补助 把我们的成本会拉近 这个时候我们将来竞争力就会变比较强 所以重点来了 那为什么成本会拉近 因为太阳能摆脱2006年以来 功不应求的情况 这个非常重要 以前光电面板 太阳能面板是供给大于需求 现在开始慢慢的供应链开始短缺 那为什么供应链开始短缺 我跟大家讲 太阳能也要打亚洲杯 以前是欧美地区的天下 以前欧美地区 太阳能整个光伏的需求量 占全球光伏需求量60% 现在逐年往下递减 剩下40% 以前有一个地区 只有10%的需求量 现在逐年往上升 已经升到40%以上 就是亚洲地区 尤其在日本的福岛核灾之后 大家突然对太阳能需求 开始慢慢的蓬勃发展 我问你 欧盟他们的太阳能产业 成长速度放慢下来 是来自于两个原因 一个欧债危机之后 包括了美国的经济复苏 欧洲的经济复苏的动能 都位如意其来的墙 这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 你说像如果你有去德国 法国去看过 欧洲国家 好多他们太阳能的架设计设备 早就大概七八成底定了 所以该用的该做的都做了 对不对 对 第一个该做都做 第二个就是很讲的 财政窘境 他们以前都补助 他们以前都是补助 他们活下去 现在每天都降低了 对都降低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这就是老欧跟老美的阴谋 为什么他们合作起来 欺负我们这些亚洲厂商 因为以前我们都要 卖到他们那边去 他们的业者因为有补助 现在没有补助了 价格当然比我们差 他就不高兴不爽到处告 德国就跑去美国告 告亚洲告中国 莫名其妙 对 当然是不爽不爽 没办法 你还是生意还是得做 可是现在重点来 就是因为亚洲的需求 你看我刚刚讲的 从10% 20%增加到40% 人家是从60%降到40% 那亚洲当然是 以亚洲的厂商为主 所以你看 今年的设备装具 全球需求量可以增加29% 太阳已经摆破2006年以来 公布应求的这个窘境 因为亚洲的太阳能设备 极其低 没什么装到 对 不过讲到重点 好 这样汉卫讲的 好像好有希望 今天又展停板了 那我是明天来给他抢一下 这个重点来 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就是以现在太阳能操作 我跟汉成一样 我们其实都有在提醒大家 有些族群 你只能抢跌升反弹 我用一个例子来证明 太阳能有没有秃鹰 有 但它已经吃太饱 肚子都撑破掉了 因为太阳能其实修正 蛮长一段期间 其实最近它不是突一 我认为它是什么 它是买不到筹码的买家 它想要利用一点 放利空的消息 它不就是有 逢地的便宜可以捡 对 你看 我抓了几档 昨天 昨天这种太阳能跌停 三大法人应该不会站在买房 对不对 对 你看一下郁金 昨天法人站在买房 融资 而且这张数还真的蛮类似 这个就是被吓出来的 对 我们看郁金 你下面帮我放外资就好 你会发现 你看它多厉害 昨天低接 今天怎么样 卖 搞除 所以太阳能操作 现在适合什么 有低 对不对 有低你就接一点 你看有低就接一点 有高怎么样 就卖一点 人家把钱放在口袋 赚得好开心 然后我们 我们你跟汉卫亚 昨天紧张的半死 怎么莫名其妙来一个这个新闻 我看一下 大概赚一块就跑 赚一块就跑 对 可是它张数很多 对不对 一天就可能几十万上百万 就像我刚刚讲 质疑上的招 那除了这个族群之外 今天还有特别提到 就是有某一家外资 它就点一档个股 就是塑合 然后说 它的这个看起来 表现还不错 那重申看好塑合 当然 它讲是它讲 它的目标价 大家去参考 它有写600 600多块钱 那有没有到 我们看巴克来讲的准不准 那当然 这个是巴克来的报告 现在塑合400多块 对 400多块 那我觉得我不去替它背书 它会不会到 那是巴克来它的著作权 可是我会觉得说 为什么巴克来会去点名塑合 就是我们经过 最近生计风暴事件之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 我们还是选有点基本面 不要那个有可能 万一昙花一现出现 那个破掉的时候 那个风险就很大 所以我们生计 下个阶段 交给兵语的大主题 对 今天的生计 我先插播一下 是看个通通 跟太阳能一样 今天的生计 好多档涨停板 一页 两页 后三页 涨停板这么多 它到底是 丙种在出货 金主在出货 还是主力在反扑 这个是不一样的 到底怎么去厘清 是不是主体已经确立了呢 可以乱摸底吗 兵语会来个大教学 太阳能就是大家会怕怕 对 会怕怕 所以我建议你要强短 你可以看我刚刚那张字卡 我下面有放几个 就是它上半年1PS比较好 赚的比较多 你看像是为什么 缩和外资会看好 因为上半年赚快一个股本 它当然我要选我也选 我看好这个 像中美金 至少上半年都是 维持一定的获利 将来如果需求增加的话 我的获利动能就有机会增加 甚至像新日光 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你太阳能足球先以短线 就是有利空我进去增短 涨上来我就出掉 跟着外资跑一跑 然后长线布局 你看一看外资的筹码 那选择的标记 选择获利能见度比较高的 来做操作 可能相对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就等待 太阳能是不是真的有办法 利空出进 今天的涨停板 明天的续航力道才是关键 我刚刚已经预告生计了 秉析等待生计 兵语的解读跟教学 还有一点 一大类半导体产业 台湾之光的台积电 为什么现在唱衰 台湾半导体业的研究报告 会这么样这么的多 半导体业现在进入到了 亚洲大战国家画面上这一些 我们台湾会是书家吗 感梦想 感追寻 宣女士VSOP 这一路走来 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守候 但我却从没亲口对你说 我好感谢你 说不出的感谢 就交给新东阳 无糖月饼健康上市 真男人 真经典 经典台湾啤酒 人呢 台皮过乐计啊 去超商买金牌 经典都八二十了 那我们还在这边干什么 跟我走 欢迎来挑战 我有一个四个分两餐 两个大妈跟餐 两个麦香一餐 四个欧热果味的冰雪蜂 就是你的餐点 太坏了吧 我的七十七呢 好像在那边 对 我的七十七 七十七还给阿姨呢 快点 快点快点 超过六十秒了 只要超过六十秒 就送你大麦克 六十秒急速服务 麦当劳得来速 快速方便 免下车 抗贼要打命 身体也爱过 我只喝台糖险金 护肝抗疲劳 你也要天天喝哦 佳节送礼 就选台糖险金 活力人森营 多糖体礼盒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全网公册 一个月免付费 4G加3G 吃到饱 不降素 不满意 SAM卡直接丢掉 欢迎来挑战 T-Star 台湾之星 德国原装进口 德恩奈系列牙膏 不含三绿砂成分 为了您家人的健康 请认名 不含三绿砂 德恩奈系列牙膏 真男人 真经典 经典台湾啤酒 人呢 台湾酷乐剂啊 去超商买金牌 经典都八二十了 那我们还在这边干什么 跟我走 治疗香港脚 如果忘记擦药 就会 呃 疗梅书 一次疗程 要效深入脚之层 十三天不中断 彻底杀死梅菌 只擦一次 不怕忘记 香港脚外用药 领导品牌 疗梅书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军纪美国 威州花旗生茶 9月8号前 第二盒半价 满元鸡包 送花旗生茶包 0800-026-678 全网公测 一个月免付费 4G加3G 吃到饱不降素 不满意 SIM卡直接丢掉 欢迎来挑战 T-STAR 台湾之星 抗贵杯打命 心腿也爱狗 我只喝台糖险金 护肝抗疲劳 你也要天天喝哦 嘉杰送礼 就选台糖险金 火力人身影 多糖体礼盒 今天呢 看到了大盘的大掌 然后呢 肋骨红通通一片 刚刚看到生气 掌底板这么多 其实我心中的担心就来了 生气前阵子不是绿油油吗 跌停板吗 所以今天掌底板是 是主力在复仇吗 还是说金主现在趁机解套一下 因为他已经赔太多了 少赔一点点 算一点点 那请问散户投资你可以乱追吗 心中第一个疑惑 基亚麻烦来一下 跌停板到今天打不开 算一算 每天帮他算 十七根的跌停板 十七根的跌停板 市场上有这么一说 今天报纸有灯哦 说什么 只要一些公司 跌停板 二十根以上 就可能会不见 会下市这等等 我们不知道了 但有待做厘清 只是呢 我也会担心 基亚的未来 下一步怎么走下去 并于请上来 生计的疑惑 两个关键 掌底板是一类 跌停板的基亚 又是一体 对没有错 我们可以看到说 今天整个生计族群 一片红通通 让大家看得心痒痒 但心中也忍不住疑惑 那到底生计今天 一片红通通 好多拉上掌停板 这个到底是 市场上的这些大户 开始集体要来反弹 来强短 或者是散户 在进场操作所为呢 我认为就目前的市场气氛 跟筹码的观点 上面来看 今天这些股票的一个上涨 应该是大户所为才对 首先第一个 现在生计族群 风声鹤唳 整个散户看到 怕到要死 那怎么可能还在现阶段 进场进去做一个 强短的动作呢 所以我可不可以冒昧问一下 这生计到底是回升 还是反弹 还会再想 我认为先看短 短反弹 那你要看它长盛回升的话呢 恐怕还必须要看一下老大哥基亚的一个脸色 那如果举例来讲 比如像神龙 如果我们去看到神龙今天的分时走势图为例 你就会发现到说 整个股价上面是不一样的 神龙应该是今天就整个拉涨停的过程当中 率先涨停的个股之一 那你会发现它往上涨升的过程当中 短短花不到十来分钟的时间 最后这一段马上就拉涨停 量能有多少 三十五十三十五十大单 持续的在做敲劲的一个动作 我想这个绝对不是一般的散户做得出来的行为 而且当神龙开始往上涨之后 其他的健雅也开始动了 台微体也开始动了 所以这个有族群性的现象 通常是我们这个市场派的一个资金 或者是实户所为 而且都拉在十点钟以前 对 一大早就开始拉了 所以说就今天整个生技股 它的样貌来看的话 我认为是大户在集挺进场 做一个短线抢短的动作 但是大家会想说 那这样子抢短 那我们可以跟着一起抢吗 不 这个就是重点 可不是挡挡股票你都能够抢 你必须要确认它有没有打底的讯号的服务线 怎么样才能够确认有没有打底讯号呢 很简单 掌握三过原则就好 哪三过 一 一过下降压力线 二 二过紧线 三 三过季线 掌握这三过的话呢 其实它的打底阶段就差不多完成了 那什么叫做下降压力线紧线跟季线呢 我们来一张白板很快速度的示范教学一下 其实在前两个月之前的话呢 也有跟大家讲到说 什么样的情况是做头的迹象 那时候我们有跟大家讲到三破 什么叫三破呢 也就是说骨架在扬升的过程当中 拉到相对的高档 开始出现一个做头的迹象的过程当中 你要特别去注意到它 如果我们换一个颜色来画一下的话 这个是一个骨架的陷阱架构 然后蓝色这一条假设它是一个际线均线的话 好 再换一个颜色 际线就是60天平均成本线 俗生生命线 对 再换一个颜色 好 这个骨架呢 扬升的过程当中就红色这一条线 我们可以两个低点的一个相连 这就是所谓的上升趋势线 当它跌破的同时 这个就是第一破 那紧接着在高档这个地方 两个低点的相连会是叫紧线 这个叫第二破 那如果后续它又跌破际线 破颈线 破上升趋势线 再破际线的话 这就是所谓的三破 就头就出来了 对 头就出来 这个时候你就要很审慎的 可是相对反过来讲 当它开始越过了两个高点相连的下降趋势线 对 又越过了颈线这个位置 一 二 然后又越过际线这个位置 一 二 三的时候 这个三过 过线 底部的形态就开始成型了 所以我们举几档的一个股票 实际上跟大家教学一下 或许就会更清楚 譬如我们说 直接看到星河的一个股 这个股价现行架构 星河这档股票做枢纽啊 鼻型电脑的一些这个零组件 时间拉长一点点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说 好 先前在这个地方股价拉高了过后 其实有历经了一个阶段的一个下滑 可是你会发现到说 几次的破洞过程当中 两次高点的相连 就开始出现了一条下降压力线 突破了 所以这个地方 有开始顺势的做一个突破动作 一 对 那紧接着两个低点 应该讲说两个打底完成之后 高点这个地方会有个颈线的位置 所以颈线过了 二 对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这个地方就算回侧啊 它都没有跌破前面 突破颈线位置那一个红K 那颈线的际线在哪里呢 黄色的这条线 就是颈线 对 际线 际线 所以线阶段也非常顺利的 回侧际线之后站上去 你看它的骨架 就此开始往上形成攀高的格局哦 站上际线讯号三 对 所以你把它搭配向外资的动作 事实上外资虽然说 他们的报告每次都是讲基本面的东西 但是我知道外资也有一些技术分析派的一个操作者 你会发现到什么 它是什么时候开始非常密集的做一个买操的动作 七月份 对 在这里呢 完成一二三站纹际线之后 他们的买盘就开始非常密集的进来了 鑫河是做轴承的 对 轴承的 比较的那些轴承的一些 对对对 没有错 所以说这个啊也是一个蛮标准的一个案例 那比如说再看一讲 比如像华峰维力好了 华峰也是啊 华峰呢就整个线形架构上面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到说 这个地方下降压力线整理的过程当中 慢慢的形成突破走势 一 对 一开始出现了 紧接着第二个这个地方 紧线也开始过了 二 紧线 然后黄色的际线有没有站稳站上回去呢 也有耶 对不对 所以像这样的话呢 就是相对稳定的一种线形架构 在上级线是三 所以我们很快的去看一下 我今天有大致上浏览一下说 目前整个上市卫公司当中 有哪些有类似像这样子三过原则的 包括鑫河也好 华峰啦 智超维新 包含台积电连发科 这待会其他专家会来做解析的 其他都有类似这样的格局哦 我们先看一档台积电好不好 好 看台积电 好 台积电 如果我们把它还全回去看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完全的缺口 近期的这个地方把它放大一点来看 这个地方呢 如果说就整个短线上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慢慢慢慢的 这个下降的压力线也开始过了 然后骨架在这个地方 已经开始顶到了颈线这个位置 只差这个季线的部分的话 也站上去了 季线在这里 我把它画出来大家比较清楚 三过了 对 所以它只差一个什么呢 量 只要非常漂亮的放量 这个地方量能放大出来 然后过这个地方三叉路口的话 其实台积电就有机会开始走出另外一个波段了 台积电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外资今天的买卖超好不好 今天是买超 对 小小的买 所以其实外资对于台积电除非买的张数要大一点点 延续的买超它的力道才会变强 对 没有错 其实外资他们也会去看这些东西 那当然刚才讲到生计这个部分 大家会想说生计这么强 那他们的架构如何呢 我们举起来个例子 比如说像F 利丰 F 利丰 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个现行架构 今天涨停板 可是在这一波整个下跌的过程当中 跌幅算是相当重 先来看看它有没有过下降压力线 说真的还没了 那有没有过颈线 连个小底都还没成型 更不要讲说黄色的这条季线 我们俗称多空的生命线 距离都好遥远 所以说在极叠的情况底下 它当然会有技术性的反弹 去收敛那个乖离 但是如果就一般的投资朋友而言 你要不要跟得这么快 然后在第一个时刻现在就跟进去呢 我认为等它有打个底 然后三过原则出现的时候 再去跟进 所以照你的研判 生计股的大局反弹 今天的涨停板 基本上只有一个红黑棒 没有三过都不能追 对 如果对一般投资朋友而言 当然大户他们或许有他们的策略 怎么样策略呢 其实生计我认为今天在演出的戏码 就是唯位就造 什么意思呢 基亚现在锁一万多张 成交单才四张 而且一百多块钱 你要把它打到 让它开涨停 开跌停 其实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 而且真的不容易 你钱砸下去 比如那一天钱砸下去 马上又被打下来 就好像打水瓢一样 石头丢到水里 咚一声又没了 所以那你不如先营造整个 这个族群的氛围 就基亚以外的先把那个 拱起来 拱起来 把那乐观的气氛 没有那么悲观 先把它带起来 对对对对 到时候它的脉压 没有这么沉重的情况底下 或许就会有比较好的转还的机会 所以这个叫做唯一味旧造 你明明是要旧造 那你先去攻打其他地方 你国文好好 对这个 这个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你会看到说 整个整个生技股 但是我都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 我认为在这一次生技的 这些风波当中 不要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因为它是心药嘛 当然心药类骨 心药族群的话呢 它不确定性比较高 对啊 如果万一不小心过关 那不得了的事情 大家想想看 那辉瑞药厂 研究出来一个威尔钢 后面赚多少就好 但是如果这个研发没有成功 那当然就会有 不价大幅度的波动 这个是实话 可是有很多像是那种医材的 对 比如说医美或医材的 它是真有EPS 然后真有基本面变化 比如我们说看那个 科研微粒好了 科研做什么 那个玻尿酸的一些原材料嘛 那如果我们把时间 拉长一点点来看 就会明显看到说 科研这一波 它受到的影响就不加 少一点点 比如像搭配上外资的买卖超 你就会发现到什么 其实这几天外资 也都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 买进动作 外资买了快一个月 而且你看冰雨 下降压力线 它今天突破 对 季线它几乎是站上 对 然后就差一个这个 颈线 颈线这里还有点压力在 对 所以我只能说相对的强弱势程度 新耀股当然这一次 但是有些衣材啦或照顾的个股 如果它跌生了 真的合乎合理的本益比的时候 或许就可以考虑了 感谢冰雨楼 生技股呢 今天的涨停板的名单当中 麻烦您先去查一下 它是做什么的 只要不是新药 它就会比较安全 第二 涨停板的生技 第二个 再看 如果真的有一批